雖然玉兔颱风没有登陆台湾 但是目前在受到微微环流 以及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全台各地都下起了雨来 特别是新北市基隆市花莲县 台东县发布了大雨特报 另外在宜兰县以及离岛地区 发布了豪雨特报 甚至在南影地区 在整个今天早上 其实整个湿雨量有来到50毫米 那从早上到现在也是持续在下雨 甚至都来到大雨 甚至有机会来到大豪雨 也不排除了 那这样的一个雨是 还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都还是会比较持续 除了受到微微环流影响 造成的降雨 整个风力的部分 也是比较偏大的 从10月30号一直到11月1号 台湾沿海风浪的部分 都来到了9到12级 蓝雨更是出现了14级的阵风 甚至在外岛的蓝雨 一带也有14级的阵风出现 那整个浪高都也是蛮高的 那也导致说是在蓝雨一带 也是停班停课的情况 根据中央气象局预估 要一直到11月3号 微微环流 以及东北季风的减弱之下 降雨以及风力的部分 才有可能逐渐趋缓 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民众 如果要外出 记得要攜带雨具 另外也尽量不要前往海边 人事新闻人喜故 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